这样,股民不靠好的拼多多,为何被美国股民寄予厚望?答案因为马化腾,以牛才精选,美国当地时间7月26日,拼多多正式登陆纳斯达克,开盘报26.5美元ABS,较IPO定价19美元,涨超39.47%,后升破27美元,涨幅迅速扩大,盘中涨幅曾收窄到40%以内。 最终收到26.7美元,收窄40.53%,上市前期一波三折,这位党助投资者的热情7月22日消息,上市前期的拼多多在美藏日诉讼,起诉的原告方是一家名为爸爸的选择。 Daddy's Choice的鸟布式生产商,该公司指控拼多多在明知是假冒商品的情况下,仍然允许销售应有该公司名字的产品。 虽然爆出丑闻,但是拼多多依然坚定获得20倍超额认购,可实行行使超额配授权,价格允许在区间上限的基础上,在上调20%,定价22.8美元,可使CEO黄征坚持于16-19美元,ADS定价区间的上限19美元,ADS定价。 此后,拼多多开盘集大涨价40%,以拼多多ADS收盘价估算。 黄征持股拼多多的个人财富,可以排在中国大陆富豪中的第12位,以143亿美元身家,位于中国第二大变山京东的CEO刘强东15名之前。 国内民众不看好,成也低价败也低价,拼多多获得成功的原因之一就是团购低价。 这也是拼多多的淘宝、京东两大巨头早已存在的情况下,还能抢占市场的原因。 可是正规商家通常将团购通道是做营销或者去库存的一部分。 危险规商户商则将团购通道,作为行销取得了销售仿冒品、财赐品。 这个成功之处,也成为国民笔是拼多多的主要原因。 此外在虚拟空间,拼多多的大多数商家,使用丁美设计的海报展示时,消费者对品质的鉴别能力会明显较低。 从而卖家秀和买家秀偏超地别,现任度降低。 投资者看中的是前面的大数活跃用户。 根据台报,在截至2017年12月31日和2018年6月30日,拼多多平台上的活跃买家数量分别达到2.45亿人和3.44亿人,与同期京东相差,已经不远。 而淘宝成立7年半以后才有3.7亿用户,交易总额。 拼多多在招股书中称,其2016年的TMV几乎可以忽略不计。 2017年的交易总额为1412亿元,每个季度几乎都翻倍增长。 而京东在成立76年之后的2014年年初GMV才达到这一数字。 这一GMV水平也相当于成立了10年的阿里巴巴2009年中的水平。 而投资不仅仅看中的是拼多多的快速增长,而是看到其背后的发展空间。 毕竟大数倍后好成良,腾讯作为拼多多第二大股东,占股比为18.5%,投票权为3.3%。 此外,在首次公开募股中增持2.5亿美金, 腾讯已经构建起了京东洋威品会加拼多多的线上变身组合。 拼多多是逆袭淘宝的关键,生态就是拼多多天然的护城河。 对拼多多的善意几乎许其独向生态,具备失忆用户的潜在市场。 此外,还有投资者认为,市场对拼多多部分产品价貌为烈的质疑,属于短期噪音。 任何一个平台都是从与商下游伙伴的互相迭代中不断进化发展的。 借助腾讯之力,从低端市场走向高端是必然结果。 逆牛台经认为,拼多多部分商品质量差,出现假货,而平台还以默许的姿态换取低价吸引客流量。 这种做法极不明智,首先商品的性价比受影响。 更重要的是客户对平台的信任度降低,大多成为一次性客户。 希望拼多多在上市后的公众目光下,改善平台,升级市场。 祝愿中国电商们越走越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